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证据究竟去了哪儿 对车龙的这个花纹的节点是没有出现 交通事故认定并非儿戏 相关部门为何如此随意 这部门来说呀 认为这个大神应该能拿去 应该看见 但是你没看见 命运货车 责任认定 暗藏玄机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龙阿姨是常治沁县人 去年12月5号 她经历了一场 这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噩梦 这天中午 龙阿姨做好饭 等着丈夫回来 可是啊 眼看都到了下午三点多了 还是没见丈夫的人影 龙阿姨这下慌了呀 没过多久 一个电话彻底让龙阿姨崩溃 电话是龙阿姨丈夫的一个朋友打来的 电话里说 龙阿姨的丈夫属于车祸 她说三宝在那个地方已经出了车祸了 你快去 当时她没有跟我 跟我走 本就心神不宁的龙阿姨 接到这个电话后 就赶紧出了门 往出事地点赶 我就软的不行 旁边就有几个人 就说 这个地方压食人 我倒下就 我倒下就 头弱的不行 我就蹲下 此时的龙阿姨更加确定 丈夫肯定是凶多吉少了 看到龙阿姨这样的情况 周围的人赶紧把她扶到路边坐了下来 这时龙阿姨的手机又响了 打来电话的人是她丈夫的另一个朋友 她说希望你别走了 三宝已经去了太平房了 你就在这等着吧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 但这个噩耗还是让龙阿姨无法接受 她没有勇气再去事故现场了 只能坐在路边一边痛哭 一边等着亲友的到来 去了这个 我就是说你拉开那个抽筒 让我看她一下 她就是说你不要开不要开 你看了我害怕你对你 没有多大的好处 整个脑袋压得就没有了 就没头了 一个好丈夫 一个好父亲 好好的一个人 就这样被一场交通事故 无情地夺去了生命 事后 沁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给出了尸检鉴定意见 龙阿姨的丈夫符合暴力撞击碾压 致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 那么龙阿姨的丈夫究竟是怎么出的事呢 龙阿姨说 丈夫当时呢是骑着家里的电动车出门的 要回村里的老房子 往家里拿点蔬菜 从村里回来的时候 走的是省道 下午两点十分左右 就在行驶到沁县一所学校门前的时候 和一辆半挂车发生碰撞倒地 之后呢被半挂车碾压 当场身亡 从西向东 两车是同向行驶 从铁路这个开始 电动在前 中挂在后 中挂的那个 以副驾驶的那个前椰子笼 刮碰了电动车的轴巴 然后呢 电动车向右缩 摔倒 人呢 就缩在了 就反方向就缩在了那个车笼底下 人死不能复生 接下来就应该处理后续问题了 可之后发生的事情 同样让龙阿姨心绪难平 那么之后 龙阿姨还会遭遇什么样的经历呢 事故发生后 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 委托山西进龙司法鉴定所 对半挂车和龙阿姨家的电动车 进行了鉴定检验 并出具了意见书 而就在龙阿姨拿到这份意见书的时候 却发现了问题 首席一看那个 就发现这个电动车 就不是我家的电动车 不是拿我家的电动车出来鉴定 这不行 鉴定所鉴定的车辆 竟然张冠礼贷 龙阿姨有些不敢相信 要知道 司法鉴定意见 可是事故责任认定重要的依据 这样重要的鉴定 真的会发生偏差吗 随后 记者也来到了沁县交警大队 了解情况 进了过来鉴定 就是咱们把尾多数客人 这样照天啊啥的就给了他 如果他对路照天就把车给你用出来 第三波真的 有时候换不意见 停车上了那么多车 应该是咱们的人肯定是带的 应该是他们去了 但是去了 所以这都还挺去了 我也不想去 发现这个错误后 龙阿姨说 他就找到了沁县交警大队询问 在确定确实存在错误之后 交警部门又更换了另外一家鉴定机构 重新对重型半挂和电动车进行了鉴定 第二家的这个电动车了 这就没问题了 就是我家的 我的自动式啊 还是那转向式啊 都是合格的 所以机动车 根据第二家鉴定机构 山西省机械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 出具的鉴定意见 龙阿姨的丈夫 当时骑的两轮车 转向系 制动系 索减部件 符合相关规定 车辆属性是机动车 重型半挂车辆 转向系 制动系 索减部件 符合相关规定 事故发生时 行驶速度为每小时30公里 第二份鉴定意见书出来后 沁县交警大队 也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 而这份责任认定书 同样让龙阿姨无法接受 事故认定书显示 半挂车制动系 不符合相关规定 轮胎也不符合相关规定 而龙阿姨进行查询后 又一次发现了问题 制动式是合格的 是没问题的 对车梦的这个花梦的鉴定 是没有出现 龙阿姨说 事故责任认定书上的证据 依据的是第二次鉴定意见 可当他翻了第二次鉴定意见 上边一来是说 半挂车制动系合格 二来也没有对轮胎进行鉴定 所以他认为 交警队出具责任认定时 依据的明显不是第二份鉴定 看到责任认定存在错误 龙阿姨更加无法认可 最后同等责任的划分 第一次因为进行鉴定 他是不合格 所以说当时 当时这边就想 想沿用呀 以前理由 江洛公司 江洛公司 对他这些大事就算不害怕 对于这一点 沁县交警部门给出的理由是 他们采用的是 第一次的鉴定意见 然而记者在查看了 第一次做鉴定的 山西进龙司法鉴定所 所做出的鉴定意见书时 却发现 意见书上写着 半挂车转向系 制动系 符合相关规定 也没有对轮胎进行鉴定 也就是说 民警所说的 他们是沿用第一次的鉴定意见 来出具事故报告的说法 并不属实 如今 龙阿姨对于 第一 沁县交警队 使用别人的电动车 鉴定的行为 第二 无中生有相关证据的行为 十分不解 对于如此处理事故的做法 也让他无法接受 丈夫意外身亡 这龙阿姨本来就已经够伤心了 而之后出的事情 更加让他无法接受 也正因为出了这些偏差 让龙阿姨对于交警队 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 产生了质疑 龙阿姨说 其实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存在矛盾的地方 那么这起事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为了详细了解情况 记者也查看了监控录像 但奇怪的是 事故发生那一瞬间的画面 却是怎么都无法看到 而就在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 没过多久 半挂车司机 对于沁县交警部门认定的事故责任 竟然先龙阿姨一步提出了复合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监控没有记录事故瞬间 真实情况又该如何还原 推特了这个主要的权 我这个不合 事故发生原因各执一词 责任究竟该怎样认定 肯定是有一方变相 如果不存在变相就不存在事 复合结果要求重新认定 新的责任认定结果 为何如此难产 他就应该付那个助折 甚至是权者 命运货车 责任认定暗藏玄机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龙阿姨说 事故发生后 民警对半挂车司机 进行了调查 发现司机并没有酒驾 可按理来说 事故发生当时 是下午2点10分左右 道路上车辆并不是很多 而且路面凭整 视野清晰 龙阿姨的丈夫 又是怎么出的事呢 交警部门 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是我 我像被黑衣 然后呢 碰发生了碰灶 导致了我的死亡了 就外出了那个事实 为造势者呢 就是那个推特了 这个主要的责任 我这个不服 那么 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最后 记者也在沁县交警大队 看到了事发路段的监控视频 从视频上可以看到 当时半挂车 从电动车后方同向驶来 直到从监控视频消失之后 也没有发生碰撞 随后 记者在另外一个角度的视频当中看到 半挂车超过电动车之后 电动车驾驶员倒地 此时人已经被碾压身亡 而半挂车则是开出去一段距离之后 才停了下来 通过监控视频 我们可以看出 半挂车司机是在 碰撞之后几秒钟才停车的 记者在沁县交警队了解到 事发现场周围的所有监控设备 都没有拍摄到两车碰撞时的情况 监控视频显示 龙阿姨的丈夫在骑行过程当中 的确有向道路中间偏移的情况 我是机动车 我就可以享受我机动车的漏权 不是我向那个向北拍一 发生了碰撞了 而是你在操车的时候 没有接到要行 你而是执行 你违规操车 他就应该付那个助折 甚至是全折 龙阿姨的意思呢 也很明显啊 也就是说 她认为呢 丈夫骑的是机动车 向北偏移其实并不存在过程 之所以发生事故 是因为半挂车 违规超车导致 所以事故的主要责任 应该是半挂车才对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 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 后车呢 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 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前车正在左转弯 调头超车的时候 这个后车呢 是不能超车的 正是依据这一点 龙阿姨认为 交警部门做出的 双方负事故 同等责任的认定啊 是不合理的 而让龙阿姨没想到的是 对于事故责任认定 半挂车司机同样不认可 向长治市交警支队 提出了复合 而它复合的理由呢 有几点 其中有一条是说啊 电动车驾驶员 没有驾驶证 未佩戴头盔 而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 过错认定当中 也说明了 电动车未上牌 没有驾驶证 没有佩戴头盔的情况 对此呢 龙阿姨觉得 这并不符合实际警告 今天的3月1号才开始 对两龙的这个 电动自行车开始上牌号 对这个两龙的这个 电动轻背的这个摩托 还没有开始上牌号了 所以说我当时出事的时候 我无牌无证 这不是我的过错行为 我去哪里上阵了 我去哪里上牌了 事后龙阿姨也去沁县交警大队 车辆管理所开具了该事故电动车 不符合机动车注册登记的规定 车管所不办理注册登记的相关证明 那么对于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 律师又会有怎样的观点呢 首先呢 两轮电动车 它是否需要上牌照 以及是否需要驾驶证 这个要看当地的规定 如果在事故发生的时候 当地已经有规定 两轮电动车需要上牌照 以及具备驾驶证 那么龙阿姨丈夫的行为 就属于违规的一个行为了 如果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规定 自然也无从谈起 至于本次的事故责任 它究竟是由半挂车所导致的 还是说龙阿姨丈夫的驾驶行为 所导致的 需要在查清楚案件事实之后 根据法律规定来划分事故责任 如果对于事故责任的复合结果 依然不满意 那么龙阿姨一家 可以在提起民事损害赔偿的同时 提出相反证据 要求推翻这个事故责任令书的结果 半挂车司机提出复合之后 今年3月8号有了复合结论 该事故部分事实不清 由原办案单位重新调查 重新做出认定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第79条 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做出责令重新调查认定的复合结论后 原办案单位应当在10日内 依照本规定重新调查 重新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撤销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或者原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可是呢 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新的事故认定却还没有下来 如果说事故的发生让人无奈的话 我们也希望事故认定工作 不要再让事故的受害者的生活 雪上加爽